病患打护理师推运妇 肯枪犯我 北市一名41岁身材壮硕的私人保镖黄汉强 上周因运动伤害到北市万芳医院住院诊疗 他想聘估看护 两名轮班护理师评估后 好心劝他没必要多花钱 他竟认为被瞧不起动手打人 本月9号成姓男护理师到院 上班打卡他突然冲出赌人 对方担心迟到匕首室请他让开 找你讲事情你瞧不起我不理我就对了 他抓住护理师猛欧将他打趴 造成脸挫伤脑震荡 事后还又在看电视呛警 你们最好办我 不然我一定会让他们好看 未料他出院后还传真恐吓信给男护理师 另一名怀孕女护理师也遭他肢体推挤 差点跌倒 让女运护胆战心惊 现在上下班都有同事轮流接送 被打伤的男护理师暂时还无法上班 院内有护理师透露打人病患EQX 一点小事就动怒 大家都很怕他 目前院邦已委任律师 对证明暴力男病患 提出伤害与恐吓告诉 另外伊利院今年1月通过 王贵芬条款的医疗法修正案 对医护原施暴 可属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纵伤则属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 斗新闻台北报道